昨天连接云南和四川两省全长565米的都云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 金沙江特大桥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其高达197.6米的主吨顺利封顶 全桥正式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 金沙江特大桥起于云南省昭通市乔家县红山乡 终点位于四川省金阳县春江乡 由于横跨金沙江两边都是陡峭的山体 加之峡谷锋利气候等影响给施工带来不少困难 金沙江特大桥是国内目前跨度最大的毒塔混合梁血拉桥 钢梁起重阶段达到274吨 也是国内目前采用悬壁架梁吊机后方位梁 前方回转落梁起吊的最重阶段 贵州都云是云南香格里拉高速公路 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联络线 规划全长890公里 自东向西经过贵州省都云市 安顺市等地后到达云南省昭通市 之后再次进入四川省境内 终点到达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是连通云南 四川 贵州三省的 又一条省巨大通道 计划明年年底建成通车 新加州的封顶的话 由于我们整个项目如期完工的话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保障 也许会是台湾的